2019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引起了南非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南非经济学家戴维·鲁特特别关注了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 创新引领发展 加强生态建设等方面内容 他表示 中国的发展理念值得赞赏 发展经验值得借鉴 同时也为其他国家带来机遇 鲁特评价说 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科技进步带动了中国各个产业全面创新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坚持创新引领发展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决策 将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一招 将让中国走在科技发展领域的前列 这是真正的高科技发展领域的东西 例如空间旅行 电动车 我例如电脑和其他人 中国不是世界上最基本的食材货 中国现在变成了更多的经济货 而是世界上高科技技术的高科技货 我认为这个将会继续到 在近 несколько年里 同时 鲁特还积极称赞中国政府 致力于经济与环境治理 共同发展的理念 他说 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才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 中国深度参与到国际贸易和多边机制中 成为多边主义和全球化重要倡导者和支持者 鲁特指出其他国家应该正确看待中国的发展成就 中国的发展也会给其他国家带来机遇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not see the Chinese as an enemy as an obstacle but as an opportunity and there certainly are many many opportunities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cluding the BRICS countries wat I am part of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